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中选会在明天也就是9月17号 受理总统副总统选举被联署人申请 其实已经是最后一刻了 那么郭台铭的老虎军团 其实早就已经准备联署的动作 要来冲联署书 那么目标还喊出说100万份 可见这准备应该蛮充足的 那么也跟柯文哲整合 甚至到16号也就是在这个联署的期限的前一天 都还有新的胜利之亮相 不过郭台铭他显然是经过常考过后呢 他表示说不是因为任何人的劝说与影响 而是再三思考之后 希望让社会在关注国家领导人的选择 可以回归理性还有政策 那么我也注意了 他提到说他决定不参与2020联署竞选总统 那么外界其实非常的好奇 有一条路 其实也不是在联署的这个选项当中 而是亲民党其实还有一张总统候选人的门票 那么郭台铭会不会有可能来争取亲民党的这张 提名总统的门票呢 这也是外界还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刚刚其实新运有提到说 为什么会压在这最后一刻 因为明天就是来申请登记联署的最后一天了 那么其实郭正英他团队一直以来的答案都是 只要郭董一声令下 大家就启动开始工作 那么也显然 郭董他是思考到了最后一刻 那么其实有几个非常有可能的一些原因关键 也就是说日前有传出郭台铭他表达不谅解 为什么马前总统马英九表态挺寒 那么当初传出了 马英九他是声泪俱下表明说这是为了党的团结 那么再来是因为 如果说是9月17号要登记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副手的人选 那么所以说难道是在这个人选的寻找当中 是否有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说排出来发现胜算其实不高吗 因为根据了解说郭伴他们内部的民调 其实是落后蔡英文大概是10%左右的 那么另外也是外传有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张忠谋的妻子张淑芬 那么因为张淑芬他每年中秋节都会来拜访 郭妈妈还有郭台铭 那么在今天也被拍到说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进入到了郭台铭家 而且待了20分钟 那是不是在这个期间有动之与情说之以理呢 那么也是留下很多的想象空间 而且郭台铭他其实如果要参选的话 有媒体人就列出了他有四大挑战 那么其实包含郭台铭还有他的整个团队 都是政治素人 那么虽然说现在郭台铭的战队 有前主播 然后也有一些这些新生代的 一些政治的这些新鲜人 在帮他来上政论节目 来帮他表达一些论述 但是其实归根就底 他们还是缺乏选战的经验 那么再加上他的身边其实缺少了 他可以信任又有经验的操盘手 来帮他固盘 那么另外说虽然他有非常多的资源 不过这其实是优势 但也是包袱 再加上他如果空战非常的厉害 但是他并没有组织战的部分 尤其是国民党内部 传出之前可能跟他合作的王金平 其实是在组织战非常强的一位政坛老手 但是现在又传出王金平 其实并没有办法跟郭台铭一起来合作 那组织战要靠谁来攻城略地呢 那这也是一个难题 然后在最后就是他的参选正当性 恐怕一路如果参选的话 会一路被指引说正当性不足 因为他是在初选落败的一方 那接下来还要来这个 虽然说已经退出国民党了 但是还是要继续参选的话 也是会被质疑 而且他从来没有在选战里面被检验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郭台铭面对的难题 好今天真的是一个震撼蛋 不过大家现在也很好奇啊 就是对于这个郭董现在宣布不连述了 那国民党内部到底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呢 那当然国民党在刚刚稍早 一看到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他的声明之后 立刻就发了一个声明来回应 他们表示说 我们感受到郭董 国际级企业家的高度与气度 他还说我们一直都坚信 郭董会在关键时刻 做出一个最佳 而且最有利中华民国的选择 那么他们还提到说 他们怀着忐忑不定的心情 那么终于落下了 纷纷扰扰已经落幕 应该要放下过去来向前看 而且还喊出说 国民党要团结一致 全力的补选 那么也希望立委可以达到60个席次 好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的就是 那韩国瑜呢 也算是他的竞争对手啦 韩国瑜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回应 有没有迹象很可能会争取郭台铭的合作 那当然韩国瑜阵影这边是非常积极的 希望可以来争取跟郭董的合作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从初选过后 韩国瑜跟郭台铭一直都没有见面 那么韩国瑜甚至还一度出来讲说 他打电话给郭董 但是都进入语音信箱 那么想要再透过其他人来 试图要来这个取得跟郭董的联系 但非常奇怪 郭董没有跟韩国瑜通电话 但是呢跟王金平柯文哲却都可以通电话 然后见面 那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在稍早也发布了一个声明 表示说我们始终相信郭台铭董事长 跟韩国瑜市长拥有相同的目标 都是要全力为台湾人民拼经济捍卫中华民国 那么韩国瑜阵影也提到了 他们还是会尽一切的努力 争取郭台铭的支持跟协助 那么韩国瑜也要透过各种的管道 希望可以有机会见郭台铭一面 因为他想要当面的来跟他行议 那么因为韩国瑜阵营 他其实韩国瑜之前有些试验的风波嘛 那这同一篇声明也提到了 竞选团队会持续调整战略 掌握步调 希望可以奋力一搏